台北深圳园区23日举行上凉典礼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东源集团会长黄茂雄共同主持见证 产观学研界代表都出席活动 由东源集团旗下公司开发承包 赤资50亿元建造经营 是全台首建聚焦生计产业发展的BOT开发案 预计明年8月落成 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 年产值超过500亿元 生计是除了资通讯以外 台湾另外一个在未来20年最有机会的产业 所以这种大楼任务重大 为这牵车道成的台湾未来经济的发展 那期待大了 非常期待 因为我们本来生计员在竹北就有了 我也去参观 做一些的参考 还是因为地理的关系 台北比较大家有偏好 83岁的黄茂雄亲自走访各县市的生计园区 吸取经验 黄茂雄指出台北生计园区具有地理位置优势 南侧邻近中研院国家生计研究园区等 生计医药研发重镇 北侧连结现有的内科 南软重要科技产业园区 西侧临近南港车站 五铁共购交通枢纽 对接竹北生医园区 进一步串联台湾生计产业郎带 台北生计园区规划设置地上17层 地下3层 近28000瓶 目前已超过30家生计企业 签署进驻异象书 其中已生计新药 细胞治疗 生计服务 高阶医材及智慧健康等五类别占比最高 黄茂雄表示 除了台湾企业 也向国外招商 包括美国 日本等国家 新唐亚太电视高见伦理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